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憲主席及台湾基進黨的新聞部的副主任 大家好 一切你知道之前四月份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都會玩一個東西 這個社會上有一個很流行的東西 就是香港的這個逃犯條例 那過去因為我們心意真經署 這個節目經常討論香港的一些議題 我想說 我們今天是不是來 跟觀眾朋友來介紹 逃犯條例到底是什麼玩具 是 逃犯條例 香港英氣很大的空氣 社會的反響很大 甚至一陣子一二十萬人 中街頭去空氣 因為我們今天的錄影 差不多五月底的時間 我們的節目做之後 播出是差不多六月中 我不知道那時候逃犯條例 的進度是怎樣 所以我原本是要等 他的進度比較重後 最後塵埃落電的時候 我們才來做這個節目 但是我看 因為社會 香港的社會 他們去那些翻譯的當中 對不對 拜託一下 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 議員要把他通過 這表示什麼 有很強烈的 這個北京的政治意志 在裡面 所以既然小博 你們說到這個逃犯條例 好 我們今天來說 逃犯條例 但是修憲 你來介紹一下 逃犯條例的進電 跟發電到底三回 這一次是因為 立委婚的時候 香港的保安局 他們向這個 香港立法會提出這個建議 就是要修改 現有的逃犯條例 他完結到逃犯條例 他說要來做這個修改就對了 那甚至還要修改 這個刑事的法律互助 那到了這個三月底之後 香港這個民間的人權團體 他們就發起了第一次遊行 翻對這個修改 所以那天有這個 一萬兩千人 像這個家庭來抗議 那到了四月初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還是通過了這個 一讀的這個程序 他們立法會通過 是沒有錯 那通過之後 到這個四月二十五號 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就是這個香港 這個銅鑼灣書店的店長 玲瓏基先生 他就流亡到台灣來了 那個銅鑼灣書店的店長 沒有錯 當然四月二十五號 流亡到台灣之後 三天過後 香港湧現第二波的 這個上街遊行的人潮 這島的人潮很恐怖 十三萬人上街的抗議 十倍 沒有錯 包增十倍 那甚至到這個五月七號的時候 這個網路上面來聽 觀眾朋友都知道說 這個我們台灣基進黨 有在線上開這個直播 跟這個玲瓏基店長 還有一個從十八歲 2017年就流亡到台灣的 這個李倩怡小姐 公佈這個李小姐的一段錄音 他要給台灣人民一段話這樣子 這個李倩怡應該是 香港年輕的 第一個政治流亡犯 沒有錯 而且他流亡的時候 才十八歲非常年 到這個嫁工 這個連香港的國際商會 香港區會 他都出來表明反對修法 他們認為說 如果你修法 會失去自由財產跟生命 是 但是香港政府 每次還要殺就對了 就是 你像剛才說的 後面有阿公的意志 那到了這個五月十一號的時候 香港立法會甚至為了這個修法 來打架 大打出手 全五行 到這個五月十七號的時候 有一個人出來說話 是香港的自由黨的農譽主席 他叫做填北 他才有名 主公家的交代 是 就說什麼 他說這個中聯辦跟港澳辦 兩個中共的最大辦公室 他們都已經標台要激起這個修法 這樣標示一句話 就是說這次的修法象徵是 阿公的這個應任務 還有中央指示 這麼嚴重 就是要過就對了 那到了這個五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紐約時報有出來報導 他說這個 這一陣子更早之前 有香港的兩位流亡人士 一個叫做黃台洋 一個叫李東森 那這兩位年輕人 他們其實都有在二零一八年的五月 有得到德國的這個政治庇護 是 所以那兩位 好像李東森跟黃台洋都出來說 黃台洋還有很過 我們邀請他來過 我們的心意政經署 這不做過好問嗎 而且最後還有兩位 就是說五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美國甚至還有八名 參眾議員連署寫信 給香港特區的特首林鄭月娥 反對這個逃犯條例 那甚至到五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歐盟甚至對這個香港發出這個外交造會 就是說我們很關心這個東西 有危險就對了 好 你現在整理得很上色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逃犯條例 他這道要來提出 他其實是 怎麼照顧我們台灣的一個照顧 為什麼照顧我們台灣的一個照顧 是去年 二零一八年的二月份對不對 在我們台北七大同區 有發生一個命案 兩個年輕一個女孩子 一個男子都是年輕人家 那個年輕的 男子跟女孩子其實是香港來的 女孩子叫潘小燕 他們來台北七的大同區的一個 叫子圓飯店 入住後發生命案 他們男朋友跟他台市 因為他們女朋友已經有信了 所以男朋友台市後 後來早期把他的那個 西鐵店放在台北捷運 竹尾站外的公園的草叢裡面 氣死 氣死 沒有對不對 好 頭頭用那個行李箱 把他師鐵帶出去 接著呢 這個男朋友陳同家 就跑到香港去 但是問題來了 因為台灣跟香港 沒有引渡的相關的這個協議 沒有司法副主委的這個安排 所以香港政府 無法來締結這個陳同家 來到台灣 收這個發生的心盤 所以他差不多幾年 十二月三十一月的時候 就是我們台北的士林地檢署 就把他通締 這個陳同家 但是沒辦法 因為他在香港 他的時效期 通締的時效率 高達三十七年 六五歲就對了 就是照常這件事 所以香港政府說 你看 沒有司法的這個 這個副主委 對不對 這樣很麻煩 你看這個台人 沒辦法處理 對 這樣要來 提出這個 逃犯條例 我覺得這就是 這個借題發揮 因為現實是 台灣香港這邊 其實沒有這種 互助條例 可以來壓低這種 嫌疑犯 而且呢 中國政府 這個香港這邊的政府 他甚至還偷偷宣稱 一開始是說台灣 要拼近年補充說 我們香港跟這個 中國大陸 跟這個澳門這邊 也沒有類似的這個 互助條例 所以一檔解決就對了 他就想一檔解決就對了 三邊都要有這個 互助條例 這個相裝有台灣 自在中國 沒有錯 那這個通過條例之後 你知道會怎麼樣嗎 他就可以這個 單一行政長官 他可以以單一的案件 去移交的方式 去移交這些被告 是 你有這個謀殺罪 誤殺罪 還有三十幾項這種判 會超過三年以上的這種控罪 他都會被這種 逃犯條例來做移交 所以說拜託 在中國這麼危險的國家 你動不動就會觸犯 中國的法律 如果讓他通過了 其實他隨時都找到 各種的方式來判你的罪 然後把你移到中國 譬如說我們台灣 正前很有名的一個案例 就是李明哲 對不對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案子 而且甚至說 我們在說這件事的時候 想說 那台灣政府這邊 到底有沒有方法 可以來就是對抗這個東西 其實我有看到新聞 就是說 小英政府馬上 就在香港說 香港那邊說 做依犯條例的宣導 他們要在修法的時候 台灣政府小英這邊 就馬上說要對香港 發佈這個旅遊警戒 不錯 動作很快 我覺得動作很快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不管是台灣的 民眾搞定 其實都有那些 我記得就好 我們這個新醫學堂 之前不是有這個 我們基進黨的發言人 顏銘偉 經常來做節目 對不對 他前一陣子到這個 他本來是要去歐洲玩 他只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轉機 結果轉機的時候 馬上就遇到香港現場的 這個便衣人員來盤查說 你來這邊幹嘛 是 所以我們基進的 可能都在香港上 去香港有什麼危險 對 所以說這個 我們台灣基進 現在就是發佈這個 禁足令 不要到香港去 真的是危險 是是是 不過好警察 我在2005年的時候 香港的歐名大 所以沒辦法入境香港 所以沒有這個危險 很方便 對對對 但是一個困難 就是以後 我買回兩機 可能要拼勁 過境香港 回兩機 有可能過境而已 他幫你抓他 沒有問題 那嚴明委的案例就是這樣 他只是過境 他沒有入境香港 他只是香港基調而已 便宜下來 逃犯條例都通過 得了 你知道嗎 這個逃犯條例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 沒有跟中國 來簽訂這個引渡協議 就是逃犯條例 你知道嗎 那時候1992年 後來這個檔案解密說什麼 那個英國 1992年 就是英國感應的 政府的時期 那時候英國政府說 沒有沒有沒有 跟中國不能用這個引渡協議 為什麼 是因為中國 香港 他是一個司法制度 行法制度 以及人權狀況 沒有達標的地區或國家 如果是 這個地區和國家 就是人權 司法 刑法 這些相關制度 這不是加透明 加民主 加獨立的狀況的時候 不能跟他簽 逃犯條例 就是引渡協議 這是為了 補償到人權 所以過去 沒有跟中國 去簽這個引渡協議 其實就是 因為中國人權不好 所以有人說 林鄭月娥 拿出這個逃犯條例 對不對 是要補充 過去的這個漏洞 但是按照 1992年 香港的那時候 就是港英政府 英國 他們的規定 他們的外交部 這個東岸的揭露 裡面就證明說 為什麼不跟中國 來簽這個引渡協議 那個有這個司法 付諸的引渡 就是因為 中國的人權標準 司法的制度 不獨立 他的行法的制度 不夠公開透明 所以這三項條件 都不足夠進行之下 是不可以來簽 這個引渡協議 有這個司法付諸的協約 所以有的人在說 那個香港特首說 不然我們現在 補充過去的這個漏洞 是 就由台灣的這個 凶殺案 香港的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台姓的女朋友 在台灣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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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凶殺案 要來把香港和中國 來簽這個引渡的 這個逃犯條例 司法付諸的這個東西 是要補漏洞嗎 NO 按照我剛才說的 那時候英國的政府裡面 就已經跟你說了 不好意思 這不是因為他的人權 司法和行法 不夠標準 所以不要簽這個東西 所以林鄭月娥說的那個 漏洞說是不成立的 我們進一個廣告之後 繼續來分享 香港逃犯條例 最新的靜電 跟他所代表的意義 歡迎回來我們新一 政經署的現場 剛剛說到這個逃犯條例 是因為香港和中國 不是因為這個中國的人權標準 司法制度跟他的行法制度 其實是不及格 所以跟他簽是不好 因為這個人權標準 不好的地方隨時 有可能把人 就調回去到中國 受審 再關押到黑牢裡面 所以他今年4月25號 香港銅鑼灣書店 林榮基 為什麼4月25號 馬上流亡 全補流亡要來台灣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通過之後 他第一 有可能就是 讓他送給他到中國 黑牢大中關起來 你說到這個林榮基 我有影響就是 我們這個台灣基進黨 之前有開一個YouTube的直播 就是這個疫情你 然後跟這個林榮基的店長 做這個對談 在這個直播的過程 也有公佈一個很厲害的名字 我覺得18歲 在2017年 就流亡到台灣的 這個一個香港的年輕人 你叫做李倩怡 他據說是用那個信封 季道基進黨的一個錄音帶 這個錄音檔就是 買到台灣人民說 這個香港已經被中國的 黑手伸進去 如果台灣要保有這個自由的話 絕對不可以亂投票 不可以投錯票 當然這個李倩怡的部分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香港真的是很多的 這個年輕人 流亡的動作 是 政治流亡 沒有錯 那個政治犯有家歸不得 是 就像我們畫面上這個 這個李東升跟黃台陽 其實台陽最近也有來過 我們新衣政經處的節目 也很年輕 這個25歲而已 是 那他這也是流亡到德國去 那德國後來已經獲得政治庇護 是 也據說說他在六月四號 六四的時候 會在德國聯邦議會 來發表演說 是 要控告香港 已經在中國磨手當中 是 所以說我剛剛這個香港的法制 已經失去他的獨立性 他的司法已經被嚴重干預 變成這種政治打壓的幫手了 所以香港這種政治審判 其實已經讓台灣人民應該要警覺 是 台灣人民真的要看香港的進展 他到底一國兩者之下 香港是這樣 努力慘的情形 你知道嗎 其實小博 你說到這個李倩儀對不對 這十八歲的流亡的李倩儀 裡面 他叫我們的六音大 到他一張牌 他一開始 他我們收到他的牌的時候 我有印象 也要收到他的時候 奇怪 這個誰走來 裡面寫到 他寫到 他寫給我 他說他對我們基進黨比較信任 就知道 因為你知道 有很多中國滲透 不然有一些政治投機分子 所以他對基進黨比較信任 所以他最重要的影響 因為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他已經走去流亡到哪裡 全世界到現主席 沒有人知道他 政治流亡到哪裡去 這是很 就很奇妙的事情就對了 他的錄音帶裡面 他寫那個聲明 他的錄音帶 他給我們的錄音帶 USB的錄音檔裡面 其實就是說他的聲明 他的聲明裡面其實是什麼 他說到一段 我覺得要讓台灣人民知道 他說香港的司法 其實不是這道的逃犯條例 淪亡的 是什麼 是2016年的時候 他們農曆春節 對不對 他們的旺角 因為農曆過年期間 有一些小販 他們的那裡擺攤 結果他們的香港政府 照一天驅離 那是原本他們 團成下來 可能幾十年 傳統都在那裡擺攤 過年大家歡歡喜 魚蛋小販 人賺過年出來賺錢 說要給人家驅離 他們就跑去幫助 就要怎麼被警方 跟這些參與的公民 幫助公民 又發生到衝突 其實這就是一個 台灣來說 是一個公民層口而已 公民的燈情 控制的運動而已 是是是 公民運動而已 結果念知道 那裡的審判裡面 竟然用什麼 暴動罪 而且已經幾十年 香港沒有用這條罪 用暴動罪來給他們檢控 就是給他們起訴 李倩宜這個十八歲的女孩 說竟然用兩條暴動罪 竟然起訴 我說十八歲的女孩 是要怎麼暴動 你知道嗎 結果呢 他那個要上庭之前 他後來他就離開了 就消失去 就消失去 所以香港政府 就把他通知 所以他就想為 香港十八歲的女孩 其實林隆基的銅鑼灣書店 也證明中國的書法 的黑手 早就都干預香港了 所以香港的司法 不好意思 他要把香港人民 提醒說什麼 不好意思香港的司法 已經不是香港人過去狡猾 雖然沒有民主 但是我們有 獨立的獨立 獨立的司法 還有一些自由 已經沒有了 其實完全都沒有了 所以一起來我剛剛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過去香港 雖然沒有這個民主 但是因為他有這個港英實在 留下來的這個司法 所以大家認為說 香港 這就是某個程度 在這個司法方面 是獨立的 但是其實我們從前面看到 這種司法追殺 這種審判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所有的這種五十年不變 基本上不是五十年不變 其實是用五十年的時間 讓這個香港的民主 然後法治 慢慢的被中國滲透了一個 五十年的過程 是 沒錯 用五十年跟香港變成中國 這樣就對了 這個概念就對了 所以一國兩制 其實大家知道 用幾年的時間 把它變成一國 這樣啦 香港就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小博你的觀察 非常正確 但是這道 的逃犯條例多有趣 他由香港的自分家 政策調起來 香港自分家 2018年 富比四 對不對 他有一個統計 香港的第五名 好鴨人 第五的好鴨人 叫做大流流鸞雄 他為什麼呢 因為逃犯條例要通過而已 他馬上將 他旗下三百幾斤的公司 說他改善 為什麼 通過之後 他可能會抓他 因為他可能有違反 一些中國的那些 所以馬上有可能引渡去 他說他要移民到外國去就對了 所以很恐怖的 香港的自分家 這個 瀏覽雄是很出名的 那時候我在香港吃頭路的時候 三不五時候 看到這個瀏覽雄的花邊新聞 所以我對他印象很深刻 所以知道瀏覽雄 說要落跑的時候 我嚇到說 哇 香港排第五名的自分家 要落跑你知道嗎 戴不下去了 甚至多出名 這個瀏覽雄解散公司 之後還有一個就是 國際商會 你知道這個國際商會 是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香港 這是一個很大的 香港區的國際商會 定義說是自分家的Club 自分家的俱樂部 自分家的俱樂部 自分家的俱樂部出來說 拜託 你把我們通過之後 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財產權 是不是流失去 因為中國是沒有自由 譬如說他要把阿里巴巴充公 對不對 馬雲就失去之後 保座了 董事長的保座了 就是這樣嘛 所以很恐怖的事 所以國際商會怕到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他現在也去抗議 他也是很想要通過 但是呢 香港政府如果奸詐 他為了知道自分家的翻盤 你知道嗎 這道自分家對香港的 逃犯條例大反彈 之後他還做了一部 一群自分家 另外一群自分家 商界人士出來 叫做保公義條例大聯盟 這樣就對了 我們要找一群自分家出來說 我們支持修法就對了 這樣 好 所以你有看到說 這個香港為了逃犯條例 他的自分家都分這兩群人 我們要對抗就對了 就是說你有自分家 我也有自分家就對了 沒在怕 但是這個 除了自分家以外 這個 剛才說的是商業的部分 我進來介紹的是 政治的部分 一開始我有說到 一個香港的自由黨的 榮譽主席 叫田北俊 這個田北俊 其實他身家也是百億的 他就是香港立法會的議員 他就出來說 他說中聯辦跟這個港澳辦 其實兩邊都支持 修過這次的逃犯條例 我們知道說中聯辦 港澳辦其實都是這個 國務院旗下的這個 直屬的附水組織 是 他們說要支持什麼意思 他們說要支持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中共極度想要通過的 應任務 而且是中共直接指示的任務 是 這不是什麼台灣的 衝殺案他們去的 是啦 沒那麼簡單就對了 甚至剛才這個田北俊 以外還有另外一群人 就是美國 美國這邊 他們也反對這次的 逃犯條例修法 所以這個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 就是我們畫面上這個 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 那他們也出來表達說這個 如果逃犯條例通過 會造成這個商業利益 而且這美國在香港的利益 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這都是這個各界 其實都非常的關注這件事情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 錄影的時候是五月底 這個逃犯條例到底會過 不會過呢 這個時間沒辦法快點了 所以可能會到這個七月份 才可能會有一個結果 是 意思你覺得怎麼會過 我是不確定 但是我認為很高度會過 因為北京的政治意志 很強硬 對 所以問題就是三位 問題說 為什麼北京的政治意志 很強硬 到底呢 北京 香港一定要通過這個逃犯條例 香港的資本跟國際的大公司 歐盟都來反對 但是他為什麼要通過 你知道嗎 我個人認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三點 你知道嗎 因為香港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因為他沒有民主 我可以監控他 你政治算起來 我可以把你DQ 去出銷你的主題 就對了 所以這個政治上面 你已經講了 但是香港有一個東西 就是他的思法獨立 因為英國留下來 這個思法獨立的系統 中國要把他出銷的時候 為什麼有一些障礙 就對了 要完全把他掌控 所以我認為說沒有民主 但有自由跟法治的狀態之下 是北京控制香港的這個障礙 所以必須要讓香港司法 在他的掌控之中就對了 接著呢 逃犯條例通過之後 我認為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香港基本法23條 有一個國安立法 可能要做暴露 因為國安立法這條 引起更大的反彈 你知道嗎 那時候是50萬人上街 如果這個東西通過之後 我認為他的國安立法 有可能馬上就過去了 但是他這裡面也有一個問題 是說奇怪美中部 會增加中國的經濟 那麼厲害 為什麼他一定要逼香港通過 逃犯條例 他這個情形 你也可以等一下 有可能是什麼 我認為中共 習近平可能 他撕毀美中貿易 整個美中真的槓上的情形 那不是習近平 吃了襯頭鐵的心 他認為美中的長期對峙 應該是長期性的全面性的問題 沒關係跟你對峙 但是我習近平的政權 有可能經濟 這樣經濟六月 六月之後 他要怎麼讓他的政權 繼續鞏固 很簡單 只有2020 我會有辦法把台灣拿回來 讓台灣人民用雙計 選出我習近平的代理人 的時候 習近平的政權 就安全過關 所以如果沒有 台灣人民欧欄投票 投出他的代理人 我跟你說 有可能習近平 我們就叫到習近平 就對了 我認為是 這幾個原因 是 其實對台灣人來講 今天今天要說這個主題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不管你在網路上面說什麼言論 有可能這個逃犯條例過後 這個中國 都可能在網路上 找到任何一個蛛絲馬跡 你贊金 加拿大不是為了華為的案子嗎 他們去起訴華為的財務官 孟晚舟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 中國馬上就在中國裡面 又再抓了另外一些的這個 歐美人士 對對對 他們抓起來 然後做這個人質外交的報復行動 所以說我們台灣人民 有可能我們也會變成 沦絡為這個人質外交的一部分 我們也是自己要整理 是 因為你知道 如果我們台灣人 去讓中國抓去 你知道沒有人 沒有人和解 包括我們的總統 都莫可奈何 尤其那是一個無人和的社會 所以我們今天 香港的逃犯條例 這個爭議 其實是要給台灣人民取勝 他2020年的時候 你台灣人民要怎麼選到 你看到一國兩制底下 香港選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這是你嚮往的 所謂的親中的道路嗎 台灣人民 心神罷 頭腦 真的要清楚一點 2020 絕對不能讓台灣 往中國更靠近一步 讓台灣人維持台灣人的身份 是我們做得到的事 必須要為後一代來做 新一陣金書 下次見